。 神级客串!周星驰这些龙套角色告诉你什么才叫死跑老套。 星爷在二十多岁那段时期,几乎都在跑龙套,以下这十二部电视剧,应该是星爷最全的跑龙套合集了,你看过哪一部? 请注意,这部苏启儿不是星爷主演那部武状元苏启儿,星爷只在这里客串了一个路人家。 。 而这部剧的主角,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周润发,以及刚出道的刘德华。 国历十一! 。 这部剧的主角是梁朝伟,星爷在这里客串演他同学,真是恰同学少年,两个人都好年轻稚嫩啊。 。 劳动是TVB当年很令人震撼的一部恐怖剧,主角是刘德华和吕梁伟。 。 星爷在这部剧又是当了一次背景版,不过他穿着这小西装还挺抢眼的。 。 奔向太阳是刘德华主演的一部体育运动类电视剧,星爷在里面客串了一个运动员,造型有点像后来那部大火的少林足球。 。 。 再见19岁的主角也是影帝梁朝伟。 。 凑巧的是,吴振宇跟星爷都在这部剧里打酱油,左边那个红衣服的,就是吴振宇。 。 《射雕英雄传》应该是星爷最著名的一次跑龙套了,他演了一个被一掌打死的宋兵家,实在太酱油了,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他。 。 反而无意见,发现了同样在打酱油的吴振宇同学,影帝在这演一个路人乞丐,两个人真是难兄难弟了。 。 。 星爷在井花出更里出场了两次,一次是个抢包的小贼,另一次是个偷女人内裤的变态,这可能是星爷跑过最羞耻的龙套了。 。 北斗双雄里的双雄,一个是周润发,一个是梁朝伟,星爷在这里又是当了个背景演员,不注意都发现不了他。 。 生命之旅是星爷早期的一部重要作品,虽然还是跑龙套,但他的戏份明显多了起来。 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他在这里终于遇到了,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,吴梦达,两个人是诗般的首次合作。 。 。 星爷在大都会里,给当时大红大紫的郑少秋当小弟。 。 不过这时候星爷的打扮,已经隐隐有了主角的气场了。 。 在这部家庭剧里,星爷演一个大家庭里的长子。 。 。 跟喜剧女王吴君如,首次演了对手戏,两个人这时候的表演已经自带幽默感了。 。 。 这部剧是星爷的人生转折点,他跟吴梦达的默契,在这部剧已经开始锋芒毕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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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